《玩具TV》第十九季 差點說了 第一集 今次又介紹了 有很多自肥的玩具 到這次的《Kingdom》 到這一水中有很多經典角色 今次介紹有兩個災具兩隻怪獸 真是經典 終於出了《Real Jack》 《Real Jack》之前《Earthwise》也推出過一次 我特意拿了兩隻出來 給大家看看 可以鬆弦一點 到底兩隻有什麼分別呢 哇 兩隻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只不過是重新再推出一次 唯一分別就是這個 車底 車底 Lumber 一個是F 一個是E 如果Lumber大 這個就是新版本 裝你的位置 基本上地球版本的《Real Jack》 都已經出得 藍色都不錯 拉伯都不錯 如果之前沒有買的 大家可以買回 我已經拿走了 你之前介紹過 這個就不特別說了 好 重點來了 我們看看 這裡有兩隻 Beast War 特種變形勇士 都人氣很高的角色 就是蠍子獸和賴龍 西遊 就是這個 劇中也很重要 類似 奈克斯 按上一個副手的感覺 我也查遠一點 第六集變形金剛 Beast 第五還是第六關 我忘記了 Beast War 是啊 這個就真的不知道去到哪裡了 奧迪姆VS這個奧帕文 當奧迪姆無緣無故自己飛回去 C-Pace的時候 沒有事情是不能夠發生的 好 好 看看蠍子獸 它就很還原蠍子的外形 你看到樣子都非常之不錯 但是其實 我記得以前的版本 它是比較大小 這次就用回Deluxe的版本 即是縮小了一點 但是蠍子的外殼 色水都做得非常之不錯 而手裡面都是有 它裡面的一隻烏鷹和飛彈都做到的 哇 這麼厲害 重點是烏鷹 對 變形都非常簡便 打開時就看到底部 其實是一個摺著腳的東西 所以要變都比較容易 但要留意一下 其實腳是比較容易脫出來 所以可能要小心一點 你看景點 它後面塞住了腳上 暴力出奇蹟 就是玩變形的正常 好像釣巴雷帽一樣 巴雷帽一樣 把腳拿出來 這樣就是腳 這樣就是腳 在比例上 這次是比較粗撞一點 上去上去本身 基本上你把手折下來 打開頭 大致上差不多 加上去 對 加上去的胸口 加上去的胸口 加上去腳 也好在後面 好在那些昆蟲腳 和球形關節 都很好扭 是 偷膠相對性 比較嚴重 不過它有一點鬆 但這次可以包得很好,在後面的效果都不錯 但我覺得它的頭有點像猩猩 像猩猩那隻 入錯了牆 穿錯衣服 拉低了 拉低了之後再撕下 拍一聲,拍一聲,很開心 這樣就變成了機械人的模式 拉低了一點 變成了機械人的模式 這個腳是比較容易脫的 應該是在計算方面差一點點 如果你想補強,可能在關節位置加一點 膠水,指甲油 好像你剛才所說 這隻東西變成了機械人之後 真的較為粗壯 但它上半身是比較粗壯 我會以為你之前是否變成螞蟻的女生 因為它的腳本身要放在尾上 變成不能做得太長 就看到這個就是人形的樣子 我唯一的缺陷就是 它真的小了一點點 我印象中它是大一點的 部隻拉奴 拉奴之前也有不同的版本 其實都比較小產品 今次在西油的外觀上 它非常之還原 包含了所有的東西 再加上它有些西油的皮膚紋 都做得不錯的 口也是可以抹開 也有少量的頭 我又繼續塗完一點點 在Rhyno前面 看到兩張很漂亮的閃卡 是呀,閃卡 今次其中抽到兩張 一對龍寶 已經抽到不知第三張了 麥加登也是抽到第二張的 所以都是那句 你不如在這裡 哇,閃中閃 這次都是變革威龍的 這次仍然是變革威龍的 都是那句 電視或者手機 或者什麼什麼都好 前面的觀眾 你如果有其他閃卡 想和阿迪交換的 你可以PM它 是呀 我是不是最多是蜘蛛那隻 蜘蛛女 蜘蛛女的最多 另外你沒有蜘蛛女 都可以找阿迪 它會幫你搞定它的 是最多的蜘蛛女 你把蜘蛛了什麼 這是它的武器 拔出來就是兩個 是碟狀的機關炮 我以為是血的子 這個變形有少少效面 因為它的殼也是 它吸收得很漂亮 這次真的是這個 玩殼變形 就有很多扣位 就變了要少少時間 這個可能就是 這個測試 可以變一個三變的模式 三變 對 很簡單 先讓德哥來玩 好 專心變隻西偶 專心變隻西偶 對 在以前 這個幻變奇兵的 Mars的世界 車變飛機是很平常的事 沒錯 來到變形金剛 就是這個三變戰士 對 給點想像力 除了頂字之外 我先照片看著 對 想像 這個已經是飛機 這已經是飛機了 不是 怎樣叫你想像 這個比科學泰影隊更差 對 我在不看說明輸的情況下 你試試看 盲變 你猜反前一點 我先教得很辛苦 教得你們兩個 對 看來 阿滴現在領先一點 一定領先 大哥 金剛之父 阿德哥想著 現在偷看這個盒 看看可否形容趕上 以為你可以去說 對 對 好了 阿滴轉直路了 這個 550公米 拿著這個手 應該看來都差不多了 看來阿滴都大小 玩耍GG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講得那麼準 對 看來這一場賽事 你講得很準 OK 完全沒問題 阿滴 盛出 看來都是 都是變形金剛之父 閃亂 唉 這個有少少氣的變形 這個運動員也有想法 我終於變到一隻腳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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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變成Rhyno 終於到了 哇 好 好了 交給你了 交給你了 好 好 先玩一下Rhyno 嘩 我感覺到像Hawk 這次特別是 這個胸口 原本是西牛的蝦 是用假狗去演繹 假狗 這些牙齒 原本的牙齒印 挺好 前面的尖 後面的舅尺 做平 可以 看到整件 算是螢光綠 挺過癮的 兩三隻色調配 整件都挺野性的 剛才看到一個 血滴止撞的東西 拿了上手 也挺合理的 但無論如何 喜歡玩變形金剛的 這不是一個問題 至於可動 它給足你了 還想怎樣 它本身連這個位置 可以上下動 都跟你做 不是一塊 玩下去的感覺是不錯的 手也有基本的90度可以讓你動 所以這件事 在變形金剛來說 我覺得是挺好玩的 腰部可以左右轉 坐下也行 挺好的 小朋友真的適合 腳掌也有一定可動幅度 所以這次的Wave Rhino 確實是挺搶鏡 不錯 貴不貴 只有這款Wave Rhino 這麼大款 300元左右 航海家 我最喜歡西牛頭的造型 本身的巢紋 都做得不錯 這隻角色都跟得足 所以你說真的 Beast War這款 都挺難入 加上本身它在劇中 都擔當了一個頗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想廠方 花多點心思 在外皮上也是有些原因 低高一點 我再加多一點 那這隻西牛是狂派還是國派來的 這個是好人那邊 好人那邊 好人那邊 好到你那邊 好人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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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見到外觀 就還原回 以往我們所認識的造型 翼是做了這個肩膀位 都非常有型 而這些是向G1致敬的外觀 整件事還原度都不錯 尤其是這個紅色的臉 是很棒的 它那個下半身是有少少鬆的 這次這個是有少少 可能自己再加固少少 不過這些關節很難加固 都是加少少少少 你擦出來的 變成它出得這隻 應該Vpink的紅色就不掉了 可能在這個Generation Select 在這裏出現也不頂 好 轉瞬間就介紹了四件 今次的變形金剛 最後也要呼籲多一次 如果大家手上沒有這個蜘蛛鋁 或者已經沒有這個麥加登 麻煩請和這個的鋪交換 好 稍後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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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